是說那個陳時中昨天有說 接下來如果提外還有車的話 他就不會關水門 那你覺得他這樣子 是不是能夠真的有效去搶到票 還是說他對於市政不夠理解 我想什麼事情都有比例原則 水門是攸關大台北地區 所有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那如果有人在和題內 他一定有方法可以讓他出來 而不是用不關水門來處理 那像這一次的確是有人受困 所以當天是用其他的方式 引導他從可以出來的地方出來 如果不關水門造成其他 台北市其他區域的影響的話 我想這件事情是比 這個個人的狀況更嚴重的 我想這個是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則 而且他也應該不太瞭解 什麼時候關水門是有一定的 相關的規範 如果不懂 我覺得他應該搞清楚再來說 早上跟市長一起參加的那個客家活動 因為你在唱名的時候 你是緊接在柯市長之後 那後來挑扁帶的時候 你也在柯市長旁邊 相較於長官跟陳時中 會不會覺得主辦單位特別的偏愛你 今天是大家的活動 這個大家都有邀請 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順序的部分呢 因為就是尊重主辦單位的安排 不要每天都把它裝成政治聯想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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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